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今天咱们不聊硬核的内容了 咱们来谈谈心 上一次和各位谈心好像还是一年之前了 今天咱们聊两句前几天量子波动速读这个消息 说实话也确实没啥好聊的 而且我也能感觉出来 大家普遍都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看 但是你细想那为啥还会有人报名呢? 所以今天咱们还是借着这个话题来聊聊科学 可能也就你们愿意听我发发牢骚 那咱们先来说这件事本身 量子波动速读 其实这不是啥新鲜事儿了 早新年就有类似的消息 可能当时网络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也没获起来 最早就是从日本那边传过来的 在日本还有官网quantumspeedreading.com 现在也有 这项技术就叫quantum speed reading 量子速读 还有简称qsr 多像qcd qft这些高深理论 说只需要把书放在这个面前这么翻一翻 5分钟就可以轻松阅读10万字 要我说这个方法也过时了 9012年了 那你还不如说嘴里含个U盘 烤贝2分钟阅读100万字 这显得多高科技啊 总之咱们不管了 人现在就说我这招好用 那咱们就来论证一下 你光说证明一下是骗局这不行 他现在说这是科学 科学的好处就是可证明或者可证为 所以咱们就以较真心态把骗子拉到我们的标准 然后用丰富的经验去打败它 那好 第一点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它们所谓的原理 就是说通过课本的物质波和人的脑电波产生共振来进行阅读 这就有问题了 其实物质波和脑电波都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理解的波 物质波是啥呀? 这是一种抽象的方法 在微观领域我们把粒子描述成一束波 这束波表示的是微观粒子信息的概率 红管物质也存在物质波 只不过这个物质波的波长是很小很小的 也就说明红管物质的不确定性很低 我没见过哪个水杯位置会自己来回的变 也就是说我们用波来描述物质只是一种方法 它不像光电磁波一瞬间就传递出去了 或者说这个物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波 所以如果想要公振 那我估计翻书的时候书可能还得尽量离得近点 最好说贴着头皮 要不然你够不着啊 那脑电波又是啥呢? 是大脑皮层的神经在活动的时候会产生电信号的波动 长时间看起来这个波动就像是一个波一样 所以叫做脑电波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脑电波也不是波 它就是比如说我这次测量一下大脑皮层的电压 下一毫秒我又测量一下皮层电压 下降了一点 然后再下一毫秒又上升了一点 这么来回的波动 当我把所有的点描起来的时候就像是波一样 能明白 这不就和心电图是一个道理吗? 然后人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就会对应了不同的波动频率 比如说你在思考的时候脑波的频率一般就在16-20Hz之间 思考了思考了发现这道题不会了 或者找到解题思路了 那你的情绪就会更加焦虑或者更加激动 这个时候脑波的频率就会涨到20-30Hz左右 也就是通常说的大脑兴不兴奋 那你说物质波怎么去和脑电波产生共振呢? 而且频率也相差太大了 物质波的频率超级高 脑电波的频率也就几十Hz 所以原理就不成立 第二点 我对5分钟阅读10万字这个命题本身也存在很大质疑 因为人脑处理信息是需要时间的 要不然每个人打游戏就像开了挂一样 没有思想延迟 我们的大脑大概是由1000亿个神经元组成的 这些神经元大概是由100万亿个神经突出连接着的 我们每一次思考每一个动作 大脑实际上都在进行信息传递或者运算的 这个运算速度有多快呢? 一般情况下最快的突出传递大概也需要1毫秒左右 这个速度远远没有计算机快的 所以我们接受任何信息或者计算任何问题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那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故事 准备好了啊 诶 那请问谁看懂这个故事讲了啥了? 我这已经很友好了 刚才的内容算上字符一共是170个字 出现了一秒钟 如果你在一秒钟之内说全部读完了 那么坚持5分钟就300秒 那就可以读完51000字了 还差了一半 不过这已经很厉害了 反正我做不到 有风说我听力厉害 我一般看视频就是两倍速 即便这样你想要5分钟听完10万字 按照我的这个语速大概就是1分钟300字左右 那得快放到66倍 我还真试了一下 根本就是啥也听不出来 所以综上所述你就是在骗我 诶 正B 好了 以上的内容各位也可以当个笑话 说好了咱们今天要谈新的嘛 主要就是开篇的那个问题 就是为啥这么明显的骗局还会有人报名呢? 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啊 像2000年左右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江本胜 自称是博士 写了一本书叫《水之道答案》 应该很多人听过这个事儿 说这有一杯水 我不停的对这个水对着它说好话赞美它 然后我再给它迅速冰冻 你就会发现这个水的结晶长得很好看 就是形状很规则 相反的另外一杯水不停的对它说坏话骂他 然后再把它迅速冰冻 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结晶长得很丑 结论啥呢? 结论是人的语言或者情绪是可以改变自然的 你听听这事儿是不是感觉更荒谬 当然后来不断有爆料成江本胜伪造学历 伪造实验数据等等 总之它这个实验肯定是假的 真实情况就是水的啥也不知道 但是它这本书却曾经在80多个国家出版 狂卖了100多万册 你肯定会想为啥啊 这么low的骗数居然还真就有人信 那我给大家看个数据 2018年4月到6月份 中国科学科普研究所进行了第10次 中国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抽样调查 当然不是普查 那啥叫基本科学素质啊? 就像是刚才提到的量子波动速度这种问题一样 或者问生病了应该去医院啊还是去拜神啊 生素和光素哪个更快啊 都是这种平时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搞笑 或者是不屑一谈的这种问题 那有多少人具备这种科学素质呢? 结果是8.47% 不要觉得很少啊 这个结果相比于前几年已经有所提升了 现在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实现10% 这就是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这种低端骗局的原因 你站在这个角度上看骗子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这就像是你觉得电信诈骗这种事怎么可能会骗到钱呢? 但是每年就是会抓到好多人啊 所以我之前总说科普的道路任重道远 这也是我想通了想要把量子波动速度这个话题 拿出来和大家唠一唠的主要原因 物以善小而不为 其实科学的概念很笼统 不过它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可证伪性 一般就是我根据一些屡试不爽的经验 或者是自然现象总结出一些规律 然后我再用理论尝试去描述这些规律 哪套理论好我就用哪套理论 然后我再用这套理论推演出一些结论 或者说给出一些命题 这些个命题我们是可以拿去检验的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所以科学也很像是一套公理体系 它的公理就是自然规律 假如某一天这套公理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宇宙的物理学常数突然之间都变了 那现在的科学体系也需要修改啊 这是科学客观的地方 也是值得尊敬的地方 也是我一直鼓励大家去锻炼的思考方式 科学里没有什么永恒 永恒是哲学问题 那啥是伪科学啊? 首先你的公理就可能是站不住脚了 或者你用了科学的公理 但是你给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然后听起来还感觉高大上的 就像挂着量子的招牌照照照片 这就是伪科学 类似的产品也多了去了 当年还有什么量子内裤呢? 量子没火之前都是纳米内裤 所以物理学不好内裤都卖不了 所以要记得时刻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 不要被骗 还有就是平时有的时候大家问我 就是想把某个视频或者某一段素材 拿来做PVT或者是写论文 问我行不行 行 你都不用问我 随便用 如果你需要某一篇论文或者某段视频素材 你还可以私信我 我看到了就会发给你 只要不是说拿去干坏事咋的都行 当然我的视频也干不了啥坏事 归根结底就是 我是很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科普的行业当中来的 无论什么形式 包括在生活中的一些思维方式 其实每个人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生活中有一些人遇到事就喜欢求个神拜个佛傻 然后一旦成功了他就会认为这是祈祷的力量 而不是归结于自身的努力 我说你不能这样啊 你这并不能得出必然的因果关系啊 他说没事 我就是找个心理寄托 结果第二天他朋友就学会了 一道事也跟着祈祷 从此就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了 这就是影响啊 生活当中也太常见了 所以别总说没事 言传身教可不仅仅是针对孩子的 说到孩子 你像这么多孩子都报了什么量子速读这门课 这明显是家长的功劳 爱子心切 生怕自己家孩子也不如邻居家孩子 所以不管多大的风险也得试一试 哪怕说被骗的 当然有这个心态是好事 不过书山有路勤未静 一千多年的这个道理哪有那么容易说改写就改写了 成功是没叠境的 就得一点点来 个人感觉身为家长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去改变自己 你自己没事就捧本书 别老打麻将我觉得比报啥本都强 但是又有多少家长能做到呢 没办法 行了 不说大道理了 好为人事确实是很遭人厌 生而为人谁不是第一次呢 我也确实是没有权利去说教别人 所以今天的牢骚就发到这儿 下期咱们还是继续探讨学术问题 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是苦口婆心的妈咪叔 下期见 拜拜